二八連續假期第一天公路總局預估花蓮的車流量湧進會達到一萬七千輛 為此新城分局特別針對轄區內太魯閣國家公園、中橫公路還有台九線、七星台風景區等重要路口、路段來進行交通疏擋 期盼在遇到交通事故或者是堵塞的情形時可以立即排除 新城警分局表示 24號晚間至今天線上巡邏僅往觀測路況 南下車潮一陣一陣湧現 但不至於車輛回堵的情況 交通時分順暢 如果遇有堵塞或是交通事故時 將立即排除並隨時回報轄區車流的狀況 新城分局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的中橫公路 還有七星台風景區以及台九線、沿線各重要的路口、路段 都有編排交通崗哨勤務 來快速的疏解車流以及儘快的將交通事故排除 希望用路人都能夠遵守遠景的管制作為 另外公路總局也規劃了蘇花改大科車行駛陸間的路段 也因此希望遊客能夠多參考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來接升您的時間也避免遇到塞車 228連駕交通部公路總局規劃蘇花改大科車行駛陸間時段 請民眾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行前能夠盡量避開尖峰時段、避開車潮 也避免疲勞駕駛以維持其他用路人的行車安全 記者臨結修林鄉採訪了